现在我们继续讲那个 定届报道论里面的第六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当中呢 就是讲那个 以税税粮成理 不相关带渡不成 生意观察不成理 额规签也不成理 他这里这样讲的 我们这个昨天呢已经讲了 我们所谓的这个量的成理 也就是说是观带而按理的 不观带的话呢就是不成理的 这个观带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在密宗的一些 比如说容身伴之大的有关 这个论典当中呢 就讲得这个非常清楚 一切都是我们从这个观带而按理 或者是这个世数量按理 或者呢就是生意量按理 有几个量按理 就是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世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玩法呢就是不矛盾的 就不但不矛盾 而且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 本质线线上有很深的一些这个道理 他这里呢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税呢 就是制作这个税的时候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量成立的 就是这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先量啊 必量啊就是这样 我制作税的时候呢 就是我这个自己就真正能这个借口 先量能这个见到了 必量能这个退财到 当他就是有各种量呢 就是成立的 就是成立的 但是这种所谓的量成立 也是并不是他独立自主而成立的 他不像观的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人间的 现在的所谓的先量必量呢 就是全部是真是这个人的 这种野感先前面前这个案例的 真正这个事项成立的 或者呢就是他这个永远也不破的 这样的量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观的 不管是明眼量还是这个生意量的话呢 全部是这个加利尔这个成立的 根本不是是他是那个 呃就事项成立的 呃所以呢就是不像观的 就是独立呢就是不会这个成立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呃我们这个现在看见的这个税的话呢 就是他是暂时我们对这个人而言的话 就是他是这个成立的 然后如果是他不观的 呃然后独立自主的能成立的话呢 那一定是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生意的这个观察处 或者呢就是在所有的众生 应该能见得到这样的这个税 但是实际上呢也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说呢就是生意 就是生意观察不成立 就是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税的话呢 呃通过这个生意量来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首先这个税的这个一滴一分 也是是不成立的 然后呢呃就是税不税的这个一滴不成立的话呢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眼睛 见到他呢就是也是是不成立的 所以这个通过生意量观察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这种的税呢也不成立的 然后所谓的这个呃这个税的这种成立呢 饿鬼面前呢也是是不成立的啊 就是饿鬼面前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 正正见到的税呢呃就变成这个弄意外呢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一分呢 就根本没有一滴一分呢 这样的话呢呃所谓的这个呃量啊 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量面前呢就是也不成立的 这一点呢呃呃大家也应该呃清楚 比如说我们那个人呢就是所看见的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限量简单了 但是所谓的这个限量简单也实际上是一种迷乱这个现象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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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就可以说啊,所谓的这里孙子呢,全部是那个一根毛一根毛,就是这样这个组成的,白色和黑色,这样的这个毛组成的就是,所以呢,除了毛以外,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孙子,这时候你原来觉得是,我眼睛这个亲自看见,也可以说,先年见到的这个孙子的话呢,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不存在,就是让你发现到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蜘蛛花色的这个孙子也是错的,后来呢,你觉得是啊,这里这个有很多毛组成的,就这样的物体肯定存在的,然后后来别人就是说是, 你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毛呢,就是也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你就可以观察这个所有的毛也是,它那个上面下面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维层这个组成的,然后你再发现,哦,这个原来我觉得是,这种蜘蛛的这种蜘蛛呢,这种蜘蛛的这种蜘蛛呢,也实际上是这个不合理的, 然后呢,你想这时候维层呢,维层的这种是应该合理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维层呢,就是最后呢,就觉得是啊,再没有可分的,这样的这个细微的维层呢,就是应该是对的,这一点,因为这个小春众也是知道了这一点就是,那么再细微的呢,就是他就没有去这个观察了, 然后别人说,你现在这样的这个维层的执着也是不对的,就是现在这个维层呢,就是也可以再继续分下去,然后最后呢,你把这个维层呢,就是再继续分下去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无纹维层的话呢,就是也不存在的,这是中国的很多道理呢,就是可以具体的,最后呢,你觉得啊,这个原来我执着的维层呢,也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 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纹维层的话呢,就是最后也不对的,很久的话呢,原来你执着的这个毒色呢,就是就变成这个绳子了,绳子呢,绳子呢,就是变成这个麻方,麻方呢,就是变成这个维层,维层呢,变成无纹维层,无纹维层呢,最后都变成这个空性了, 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啊,现在原来我觉得是眼睛所看见的真正的这个绳子呢,也实际上是没有见到过这个,因为这个,这真正的这个绳子的本性呢,就是是空性以外,就是没有一点一地的这种实质的东西, 所以呢,我当时这个燕金仙亮所见到的这些,也实际上是看话了,就是没有真正的实质,这是我们这个,从过这个神异地来观察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先见,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碎的这种看见的话呢,也是不成立的,就像是麻方这个,组成的这种这个绳索一样的, 因此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应该是通过就是这种方式来就是了知这个一切一切法是如幻如梦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相当这个重要,就这个问题相当这个重要, 就是因此呢,就是我们真实来说是人的这制作水的连途呢,就是应该是合理的,但是最确切而言的话呢,就神异地呢,就是也不成立的, 然后这个恶鬼面前呢,就是也是是不成立的一次,那这样这个神异地也不成立的,恶鬼面前也不成立的话呢, 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量和费量呢,就是不是没有了,或者再来就是限量币呢,都不会成立,是不是这样呢,也并不是这样的, 虽然在神异地面前也是没有的,其他众生面前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反复众生面前的话呢, 见水色还是正式的,就正式可以做是限量见到的,然后通过这个水的神异呢,通过水的颜色呢,就是可以退彼,就是退彼,退彼的话呢,最后也真正到达了这个水的这种这个物体, 这一点呢,就是毕业也是成立的,虽然在这个真正的事项上呢,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我们暂时在凡夫人面前的话呢,所谓的这个碎的这种这个真相,这一点呢,就是也并不是不能成立的, 就是先问主要的,这个讲这个问题,他肯定说,这个依靠,依靠限量与毕业, 确定自制制对境,就确定自制制对境,取舍毕丁不起国,真量并非无以义, 这个呢,就还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如果问那个,你这个什么, 现在我们制作的税也是是官大而意外的话,什么都不成立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税呢,就是一定都是不成立, 就是限量毕业,就什么都不成立,是不是这样呢,也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他肯定讲是依靠这个限量,或者是这个毕业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确定的,自己这个制作的对境呢,就是是这个成立的, 比如说我这个限量呢,就是见到了这个税,限量见到的税的话呢, 我这个税呢,已经限量见到了,我昨前一天也聚了这个例子吧, 我今天呢,就是限量见到了这个税,然后这个税呢, 就是马上倒在这个碗里面,或者是这个倒在这个锅里面, 就是把它拗开,以后就喝开税,就是那么早上都是喝开税呢, 这是这个限量而成的,就是这是,虽然是它的本性上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众生的密乱纤纤面前的话呢, 这个税也是实际上是它是这个存在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避量的话呢,就是也是, 释迦牟尼佛在很多经典里面也是说是那个, 用这个碎尿呢,就是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碎尿的那个比喻呢, 就是推测这个碎,然后那个菩萨的这种这个声誉的这种像呢, 就是推测就是它的这个证物,就是在实际经里面也是, 不是有嘛,就是就是那个实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 就是这也是很多英语里面就是说是这是一种这个配力啊, 就是在那个, 麦芬仁波切在那个施量轮大速里面就是已经应用了, 就是说是那个实际经里面的这样的, 通过这个碎尿呢,那个比喻,这个推称, 就是比喻称这个什么这个推, 就刚才那个碎尿和限量吧, 就是一个是那个限量就是成立的, 这一点我们知道的, 一个是碎尿而成立的, 碎尿怎么成立呢, 就是通过那个碎尿的这个, 这个推移呢, 就是知道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这个大海, 有这个水, 就是这一点就是也可以推测, 就像是通过这个碘呢, 就是推测祸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意思呢, 就是说, 虽然在这个生意地当中是不成立的, 鹅怪面前呢, 就是这个碎是不成立的, 但是我们在人间, 在人间的话呢, 就是分副人的这个, 这个炉中根深面前呢, 就是这个碎呢, 就是不但是成立的, 而且呢, 就是贪狼这个弃作用, 就是弃作用,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碧梁呢, 就是说, 哇, 那个地方可能有这个, 有水啊, 就是我们这个, 有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呢, 你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有碎权, 就是外面有什么这个碧呢, 外面有什么, 通过推理的方法呢, 那你去这个取舍, 然后去取舍以后呢, 就是哦, 这里是没有碎, 这里是有碎, 就是从表面上可以这个, 推测的出来, 比如说这个很康大的这个荒野上呢, 这里是肯定没有碎, 哪里都没有这个碎权, 然后有这个碎权的地方, 这里肯定有碎, 就是这样呢, 就是你一方面就是通过限量和碧量呢, 就是能这个制作自己的对境, 制作自己的对境什么呢, 就是一块这些量呢, 就是你这个有碎或者是无碎呢, 就是可以限量和在碧量的方式来制作自己的对境, 同时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取舍方面, 就是不会这个切活你的, 你这个限量降到碎的话呢, 你去这个借助的时候, 根本不会就是变成一个弄, 就是变成弄呢, 就是你这个不能喝, 就是不会这样的, 你看这个限量降到的话呢, 就是这个碎, 然后你去喝的时候呢, 也原来是正正的这个碎, 然后碧量就是得到的也是同样的, 所以呢, 你这个对你的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根本这个不会侵活的, 就是这是,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名言当中的正量呢, 就是并不是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意义的,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就是在我们这个, 在这里的这个量呢, 就是分的话, 大家一定要这个清楚,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经常给你们讲那个观现实量和那个, 就是精简量嘛, 就是观现实量的话呢, 一般我们凡夫人的这个, 这个无根面前, 这个所现现的淡量, 就是这也是不是本迷乱这个现现所人物的, 就是凡夫人的一般的这个路根面前, 就是正式现现的这些呢, 就是一定也是不会欺负你的, 就是这些对境呢, 就是可以叫做是这个观现实量得到的, 不管是现量, 必量呢, 就是都是观现实量, 如果你我们这个凡夫人呢, 就根本没有办法喷量的, 已经超越我们境界的, 但是佛佛菩萨面前呢, 一定是这个存在的, 这种呢, 境界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境界量, 就是境界量, 境界量呢, 比如说诸佛菩萨呢, 就是把这个岁呢, 就是看着是那个妈妈个父母啊, 然后那个风呢, 就是是这个誓言父母啊, 当大就是他们就看见这样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呢,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看见的, 在境界量面前呢, 就是他们都是一定是, 就像我们人看见这个岁一样的, 诸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呢, 这些都是全部就是变成这个父母, 并且呢, 就是能生大了的这个印, 就是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境界量这个所得到的, 因此我们这个尼玛巴的这种, 这个分析方法呢, 就是只管重要, 就是佛佛当中有很多的这个, 这是我们中世面前这个所看见的, 然后就是再层次稍微高一点的话呢, 就是明眼的比较事项, 就是明眼的这个最, 最拒进的事项呢, 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 就是妈妈个父母啊, 就是这些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佛佛菩萨就是明眼当中见到的, 然后再进一步这个圣的话呢, 已经这个跨入这个圣一地了, 圣一地的这种境界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 呃, 这个, 从这个光明方面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远离一切这个, 呃, 这个思维的就是这种这个人蕴之城的光明, 空性方面这样的话呢, 就是远离一切西轮的就是大空性, 就是所以再跨过去的话呢,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圣一的这个境界呢, 因此我们这个世俗的境界, 世俗境界当中也是这个, 我们凡夫人的这个观现实量的境界, 然后呢, 就是孙子的这个境界量的境界, 就是世俗地当中是有两种的, 然后深一地呢, 就是当然这个一般的这个相似深一地的这个境界和真正这个深一地的境界, 就是有两种的, 所以这些境界呢, 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量方面就是分析, 然后呢, 就是自己就是应该对这个万法的奔心呢, 就是有过这样的这个人世, 就是当然真务是更不用说的, 就是只不过是在有些思维方面了解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也有相当大的利益, 这样的就是依靠这些线量和必量就是确定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税呢, 就并不是不存在的, 而且呢, 依靠它可以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业和趣事, 因此呢, 所谓的我们这个明眼当中的这个正量呢, 就并不是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 我们如果觉得是谁意义当中也是不成立, 那么恶鬼面前也是这些不成立的话呢, 那这个隧道永远不成立呢, 已经这个正的家的全部都就昏为一体了, 这样说的话, 这种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就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能明白, 就是能清楚, 然后就是这样, 比如所谓于隐, 关带人家二岸里, 关带天人二岸里, 就是关带人家二岸里, 关带这个天人二岸里, 甘露之为所见即, 那么就是前面呢, 就是将那个, 就关带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岁啊, 就是它这里就是前面就是具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这样的这种这个距离的话呢, 还是这个关带而言呢, 就是非常这个正确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万岁, 所谓的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这都是这个关带这个我们的人间的这个众生而言的, 就是人间呢, 就是共同的这个业干呢, 就成熟了, 共同业干成熟的话呢, 我们这个一万岁来来的时候呢, 就是不管是东方南方西方, 什么人呢, 都看见是这是这个岁啊, 就是甚至我们在人间的就是, 大多数的这个牦牛啊, 旁生也认为是这是岁,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业干这个成熟的, 这就是关带而言的, 就是对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岁呢, 就是是正的, 然后所谓的这个岁呢, 就是是正量的, 然后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关带这个人而言的, 如果这个关带天人而言的话呢, 那么我们现在拿的一万岁的话呢, 就是天人呢, 就是根本看不到一地这个岁呢, 全部呢, 就是作为他来讲的话呢, 就是能生起这个, 就快乐, 就是安乐的这个餐顶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干笼, 就是这个天人这个见的是干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什么那个, 这个归贱笼和信仰, 就是那个, 这个苏东林布施松子里面, 就是讲这个归贱笼和信仰, 那么讲这个松子的时候呢, 就是撒迦巴的这个国人巴尊子, 国人巴尊子呢,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那个归贱笼和这个信仰二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饿鬼, 这个见到这个岁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他的这种这个信呢, 也变成这个笼的那种执着的这个像呢, 就是油精了, 就是执着的油精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这个饿鬼的这个野力就是作干, 饿鬼的野力作干呢, 我们人间这个见到的这个恒河岁, 或者是这个长江啊, 黄河啊, 就这些岁的话呢, 如果一个饿鬼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他看见就是一条这个长长的这个笼河, 就是根本就是见不到那个就是这个碎, 就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关带八怪而言的话呢, 就现在我们人间的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以他的这个野力这个所干, 就是全部变成这个浓血呢, 就是就根本看不见这个碎的, 因此那个国人巴呢, 就是讲了一个如中伦的这个归江东和心眼, 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这个关带而言的话呢, 我们人间就是看见的这个碎呢, 就是应该这个成立为正量, 就是而且呢, 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转三次法轮, 全部是以这个人的身份来这个, 就是在这个人间就是转这个这样的三次法轮, 就是因此呢, 就是关带这个而言的话呢, 应该就承认是这个人的这种所见呢, 就是成为是这个正量,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面前, 就是关带而言的话呢, 人的这个所见呢, 应该是正量的, 一方面呢, 就是佛陀就是来世间就是转法轮, 就是一个理由, 一方面呢, 就是人的这种这个这个所见呢, 就是这个关带而言是正量的, 那么这方面呢, 就是他说是还有很深深的道理, 但是这些境界的话呢, 唯有他老人家一个人呢, 就是才能了打的, 别的人不一定听得懂, 所以他就不光说呢, 就是那个国人般呢, 就是他就, 他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这样讲了, 就是他那个入中轮的这个讲义吧, 就是那个遣除邪见论, 就是遣除邪见论当中呢, 就是他说是这个, 有关这个人呢, 就是关带而言是正量, 就是然而世尊呢, 就是也是转法论,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道理呢, 只有这个他老人家的这个境界, 可能别的人那种这么说也是听不懂, 就不说了, 就是他这些时候呢, 就这样的这个,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撒娇派他们就是关带而言, 就是这个以认而言的话, 这个税呢, 就是作为正量, 就是这个道理与我们这个尼玛巴特, 门法仁波切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非常这个相同, 就是应该是这样成立的, 因为关带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税子是正量的, 只要关带人而言的话呢, 恶贵就是见到的那种, 也实际上是他的恶劣这个所干的, 就是这是这个关带人而言的话, 是恶贵这个所见到的, 弄和那个地狱宗生所见到的燃烧的特水呢, 就是这个铁水呢, 就是全部是以他的恶劣所干的, 所以关带人的这种税的而言的话呢, 天人所见到的干路, 也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三野所干的,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评价的, 因此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是这个税, 就是关带人而言的话呢, 我们应该前面所看见的这个是谁, 但是呢, 天人和恶贵呢, 就是他们一个是这个比我们还好的那个三野, 一个呢, 就比我们还不好的那个就是这个恶业, 恶业所干, 所以呢, 就是见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境界,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有时候这个关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关带而言的实际上呢, 就是他也是不能这个存在的, 但是呢, 战胜我们这个众生呢, 就是在明暖前前, 明暖前, 真是这样按理就是, 因为我们战胜呢, 就是这个依靠这个税呢, 就是还是能可以做种种的这个事业, 就是依靠这个税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用这个发电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税, 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了, 就是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电, 就是说这也是宗, 共同的这个业所干的, 就是因此这些呢, 就是由依靠这个税呢, 就是做种种的这个事, 早二业也是依靠他就可以的, 早三业也是依靠他就是可以的, 因此呢, 就是关带人而言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税也是, 是应该是这个安理维斯一种这个税, 就是但是对其他的这个田人来讲的话, 是他是一种甘露的这个仙剂, 就是除了这个意外呢, 就根本是不存在的, 应该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下面呢, 某方人不切就是他这个一方面, 就是建立一个自重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同时呢, 就是拨持那个别人的有所这个观点, 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下面就是讲这个道理, 建随为农, 虽干罗, 此三三则废聚合, 就是彼三合则君费良, 宅出彼外坚踏法, 一举正量布朗尼, 就是布朗尼, 所见三则皆沉默, 就是应该是这样, 关带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按照管带案例的这种方式去, 然后呢, 就是进行这个分析, 外境的这个本体的话呢, 就是那这是这个永远也是这个无法成立的一件事实,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这里讲这个, 建的这个随和, 或者是这个, 就是我们人间这个建的这个随呢, 就是如果这个恶归呢, 就是建成这个, 就是弄, 然后这个人呢, 就是建为这个随, 天人呢, 就是建为干罗,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三者, 就是是不是在外境上是真正这个聚恒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万岁, 就是在人, 这个三个总生吧, 就是来了一个天人, 然后就是恶归, 我们三个呢, 就是在这里就是开一个会, 就是昨天一个浪漫, 就是他说那个, 他可能没有听说过那个, 是什么叫这个上课, 将近说法, 还看不上你造成那个开会的地方, 就是, 你造成开会的, 我晚上睡在你造成开会的地方, 就这不是你总的地方吧, 我在那边坐灿灿, 就是我说是是不是你到底在那个是蓝宗里面住的, 还是是你总当中住的, 你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我像这个人都是, 可能今天都是睡着了, 就是睡着了, 就然后, 就他说是我在那种那边就是灿灿的, 不是我睡的, 我的境界很高的, 这些人呢, 就是应该注意, 就是前一段时间都是, 首先我觉得有点就是不正常, 就是首先都给我发名片, 就是说是我是如何如何近感上识, 当他的时候我就赞叹他, 你很了不起, 你很了不起, 然后他在名片上面就是写, 我是如何如何近感上识, 但后来呢,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明显的这个出来, 近感上识呢, 最在李总当中, 然后这种行为呢, 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连那个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都还没有这个穿好, 就是有些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就是自己的这种冥想呢, 这个欺骗这个行众啊, 或者是这个以佛法来, 就是毁坏他人的现象是非常多的, 就是自己行为也不如法这个, 这个心情和修法更不用说了, 因此呢, 大家还是应该注意, 就是他说的呢, 就是说是早上堪布尼开会的地方, 就是如果这个, 什么这个恶鬼和天人呢, 然后还有这个人, 就是三个代表就是在那个开会的话, 就是三个代表的人呢, 就是在一个地方开会的话呢,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共同所见呢, 就是有一万岁, 一万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恶鬼呢, 就是说是啊, 这里有一万弄,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个天人呢, 就是啊, 这里有一万干弄, 然后我们人间的代表呢, 就是他认为啥, 这里有什么这个一万这个岁, 但实际上呢, 就是是不是在一万上面, 就是三个这个水的围城和弄的围城, 还有干弩的围城, 就是三个围城, 是不是这个聚合的呢, 我们应该承认, 就是本地上呢, 就是不应该就是承认为是这个全部聚合, 就是那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有这个三种这个业体的话呢, 就是三分之一呢, 就是是那个弄三分之一呢, 干弩三分之一是这个岁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不够一万这个岁呢, 就是有这种这个过失, 前面讲, 但是呢, 就是像那个格鲁派的, 就是尤其是Keduljic呢, 就是他的这个中观众所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质分与这个分, 就是他这样这个, 就是一个分级和这个质分来这样差别, 这样差别的话呢, 哈拉德很多那个高僧大德也是对此非常不满, 就是尤其是撒迦派尼玛派呢, 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说, 但是撒迦派的很多高僧大德也是对此做过这个, 比较这个有教证理证的一些波词过, 就是一方面呢, 也是应该的, 因为你这三个位称呢, 就是麦芳伦伯切也是直接都是没有说, 但是他这个间接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这个三个物体呢, 就是并不是聚合在这个一万岁当中, 就是并不是在聚合的这个对境, 比三合则就是聚飞量就是,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不是他们这个, 就是全部这个聚合在一起, 如果他们这个全部聚合在一起, 再加上呢, 如果这个没有观点而言, 就是这三个都是不是这个飞量, 为什么呢, 就是恶贵所见到的呢, 就是他宁愿就不承认的, 然后这个人所见到的呢, 就是天人和恶贵也是不承认的, 因此呢, 就是这三者都是不是这个飞量的话呢,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法呢, 就是他们刚才那个一万岁以外, 别的就是也没有这样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以真理, 尖量也是不成立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造成什么样呢, 就是他们三者所见到, 这个一定也是没有的, 全部都变成这个虚空一样的, 就这个知道吧, 就是在三者呢, 就是在外境上是不可能聚合的, 比三合则均飞量, 就是如果这个在三者也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 然后没有观点而言的话呢, 就他们三者所见到, 互相都不承认, 就是三者都不是这个飞量的, 那么这样的话, 除了这个这三者所见到的这个甘露和弄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法, 就是这个宅处必外, 就是没有这个践踏法呢, 就是践踏法呢, 就是一决之量不可能成立的,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见其他的法呢, 依靠这个他们的先量, 或者是依靠必量来成立的话呢, 也不能这个成立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倒是什么样呢, 就是根本就是所有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在三万或者是一万呢, 就是根本都不存在了, 有这个过程, 因此蒙古仁波切呢, 他整理的意思呢, 还是我们这个关带而安理是很重要的, 刚才那个三个, 就是弄和什么那个厄贵和人间和田人的那个三个代表呢, 就是已经呢, 我说的三个代表, 不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听不到, 就是外面的社会上呢, 就是田店都是在那个, 在什么报纸上、新闻上一直这样讲, 就是这样讲完了以后, 就是大家都可能就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 但是我这里说的呢, 就是这个三个众生吧, 就是三个众生所见到的这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观带而说, 观带而说的话呢, 就是可以的, 我这个所见到的, 你看这个, 我们人间所见到的, 就是这里有一万岁, 就是对这个人间有多少个人呢, 就是他们就可以这样来对待, 然后观带这个田案而言的话呢, 就这里有这个感动, 就是说, 虽然是本来是这个本, 暂时呢, 就是本体上是有一万岁, 就是, 然后这样的本体也是, 因为我们三个众生所见到的都是不同的原因, 就本质上是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暂时呢, 就是就观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一万岁也是三个众生都可以这个见得到, 如果他有一个本质的话呢, 就是拿这个三个众生, 或者是同意见到, 或者呢, 就是一点也是见不到,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但是呢, 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真正这个三个众生来了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个三个众生呢, 就是对此这个, 也是有三种不同的这个, 就不同的这种看法, 就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说什么这个饿鬼和天人吧,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食品, 一个这个比较那个, 它的味道比较明显的一个食品的话呢, 西方人和南方人, 或者北方人就是, 三个人呢, 就是就先用这个, 先用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就是三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就是有些人呢, 就觉得这个菜就是非常好吃, 有些人呢, 觉得是这是一半的, 有些人呢, 就是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我们这个过了以后呢, 就开始评价, 就是这个菜上面呢, 到底是好的是正确的, 还是是不好的正确, 是比较这个, 就是中本的这个正确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这个关带而言的, 关带这个东方人而言的话呢, 他觉得好吃的话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 就是这个菜是, 应该是就是他的本体上是具足这个好的这个本质, 就是关带而言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关带这个南方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点都是不好吃, 一点不好吃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关带这个南方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只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特点, 就是不好的食物, 就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玩法的这种本质上的话呢,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这个室友的这个存在, 室友的这个存在, 真正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是没有的, 只不过我们宗生呢, 就是暂时是有一种自己的这种家乡, 自己的家乡的话呢, 就是对他来说的话, 关带而言就是还是这个成立一种量, 就关带而成立, 那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好吃的呢, 就是东方人觉得是这个这个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这个很好吃的话呢, 关带他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作为正量,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正量, 就是应该量和费量也是可以这样分的, 因此他成立呢, 就是最后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这样, 这样成立, 就是随后弄了, 就是三个这个具体, 物体呢, 就更不可能在他们就是具有这个实质性的物体, 或者是位置呢, 就是结合在一起, 除了这三个以外呢, 也没有这个其他的话, 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这个案例呢, 就是要关带而言, 关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成立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没办法安理它, 人间赐税, 若非税, 他发成税, 不以你, 就是刚才那个三个众生呢, 就是所见到的这个事后呢, 就是人这个所见到的这个税呢, 就是应该是对人而言的话, 是应该是税, 就是如果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呢, 就是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那一万税呢, 就是人所见到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关带而言, 就成立为是他是这个税, 如果他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这个, 呃, 这个呢, 就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就不可能成立的, 而十股功成所为税, 永远成为无有业, 就是,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 呃,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人所见到的这个税呢, 没有安理为是税的话呢, 那么功成我们这个所有的税呢, 就永远都是不可能这个存在吧, 啊, 就是在这个十肃量当中呢, 应该就是承认, 就是把他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人所见到的这个税, 关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量, 所以在这里这个关带而言和刚才我说的这个金简量吧, 就是这个不能这个混淆, 如果混淆的话呢, 就是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 呃, 我们从那个金简量来讲的话呢, 就是税的一个微层上都是有这个, 呃, 这个十万个这个岔土啊, 就是比如说一层这个岔油, 一层这个, 呃, 什么这个成熟货啊, 就是这些呢, 就是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讲的, 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讲的话, 水的这个一个微层上面呢, 就是有无数无边的这个微层, 就是, 而且呢, 就是用金简量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水呢, 就是在现象当中也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 就是在里面, 就是, 那么这些呢, 就是说是这个金简量来这个观察的, 就是金简量来观察的时候呢, 就这些是无边无际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说是这个水上面有无数无边的微层, 微层上面呢, 有很多的佛陀, 因此我们不能这个把那个这个水呢, 就是洗脚, 不然的话就这些这个佛陀的字拿来就给自己这个洗脚, 就是那这样就是很不合理的, 这两个这个量已经混错了, 就是不会有这种过失,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贤量当中呢, 就是在水里面没有看见这个什么佛陀, 就是没有看见佛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这个水呢, 这个洗量啊, 洗脚啊, 就是什么的话呢, 就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就是这一点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可能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什么那个前世今生人里面, 也是提过吧, 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这个阿弥华呢, 就是他们看见那个碎里面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重一生, 还有那个虚空当中呢, 也是全部是这个重一生, 然后呢, 我们这个坐楼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重一生, 我们这个坐楼的时候, 也是拆着他们就是拆死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我们说, 这个到处都是重一生, 我就不敢这个动吧, 就是一动的话不行, 我不敢喝水, 喝水的话呢, 肯定杀很多众生, 就是这没有过失的, 因为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这个严谄为实, 就是真是我们灭量呢, 就是你灭量了这个句子的, 不会有什么这个过失, 我喝水的时候呢, 就是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虫啊, 就是这是这个, 先量也是这里的, 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科学, 也是可以这个成立吧, 就是从那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喝的水啊, 就是吃的有些饭, 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细胞, 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动物, 小众生, 就这是那个, 那天我看见他们那个泰国, 泰国呢, 就是对一根突发, 就是一根突发呢, 就是通过那个, 这个什么那个, 快打精, 就是那个快打, 那个显微精呢, 就是通过这个把它快打, 就特别特别出去, 逼这个珠子还, 然后里面呢, 有很多的华文, 华文里面的有些突发, 那个有些很好看的, 就是里面有一些, 更细微的一些华文, 就是我的像是不是突发里面的, 好像具有这个诸佛菩萨的像一样的, 就像佛像一样的, 我们看见了, 就是根本一根头发, 不会有什么这样的这个像,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圣子的这些经济年来, 就像是现在的, 我们这个, 有些这个科学的仪器一样, 就是他看见就是, 很多水里面也有动物的, 然后我们这个, 看得见的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 也有很多的这个动物, 但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是有没有过失呢, 佛陀也没有这顶, 就是这是没有过失的, 因为呢, 我们这个现在迷乱现象而见的话呢, 我们这个现年和必年就是为主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众生, 我们杀了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过失的, 我们现在讲不到的就是, 一天这个喝一万岁的食物, 也吃了多少个这个, 这种这个细菌, 或者是狠肖的这种胖身的话呢, 就自己是没有这个过失的, 因此, 金剑娘的这个对境, 与这个现在我们, 关贤世娘的这个对境呢, 不能这个混错就是, 关贤世娘的对境方面呢, 我们现在人呢, 就只有这个境界就是, 按照这样去的话呢, 也不会这个违规这个, 英国的这个法律, 就是不会这样的这个, 英国的这种, 英国规律吧, 不会这个违规的, 因此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 人们就是觉得太过分了, 就是不是踩在地上的话呢, 一个这个微生神, 不是有这个无所的这个插度, 就是每一个插度呢, 也有无所的这个佛陀, 这样的话呢, 我踩在地上的话呢, 是不是踩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陀, 就是在这样的话, 就是不用这样这个, 这个会行吧, 就是没有必要的, 在境界年面前呢, 就是是,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但是这是凡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因此呢, 你就不用担心就是喝一万岁的时候, 就喝了这个无变无数的这个众生, 然后那个踩在地上的时候, 也是这个踩死了就是多少个这个佛陀啊, 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过思议, 只是只不过是一种境界年的这个, 这个角度来观的话呢, 就是确实这个, 我们的现在这个插度, 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清净的, 无量无变的这个佛陀的插度, 无二的就是, 这一点是这个境界年, 因此呢, 他这里人间这个如今的这个岁呢, 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观代人而言的话呢, 就承认为是这个岁, 如果他不是岁的话呢, 那么人们这个工程的岁呢, 就是一天也是不成岁了, 如是观察, 所见你, 真量一成不合理, 就是如果这样这个观察下去的话呢, 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事件的, 所谓的正量呢, 就是也成了这个不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呢, 你就不能这个成立的, 就是获得的经典当中也是, 但是我们凡夫人而言这样, 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正量, 就是这样的这个正量呢, 就是不能这个退缆的, 应该就是这都承认的, 今天讲到这里,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食品, 一个这个比较那个, 它的味道比较明显的一个食品的话呢, 西方人和南方人, 或者北方人就是, 三个人呢, 就是就先用这个, 先用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就是三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就是有些人呢, 就觉得这个菜就是非常好吃, 有些人呢, 觉得是这是一半的, 有些人呢, 就是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我们这个过了以后呢, 就开始评价, 就是这个菜上面呢, 到底是好的是正确的, 还是是不好的正确, 是比较这个, 就是中等的这个正确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这个关带而言的, 关带这个东方人而言的话呢, 他觉得好吃的话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 就是这个菜是, 应该是就是, 他的本体上是具足这个好的这个本质, 就是关带而言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关带这个南方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一点都是不好吃, 一点不好吃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关带这个南方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个本质上是, 只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特点, 就是不好的食物, 就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玩法的这种本质上的话呢,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这个室友的这个存在, 室友的这个存在, 真正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是没有的, 只不过我们中生呢, 就是暂时是有一种自己的这种家乡, 自己的家乡的话呢, 就是对他来说的话, 关带而言就是还是这个成立一种量, 就关带而成立, 那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好吃的呢, 就是东方人觉得是这个这个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这个很好吃的话呢, 关带他而言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作为真量,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正量, 就是应该量和费量也是可以这样分的, 因此他成立呢, 就是最后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这样, 这这样成立, 就是随后弄了就是三个这个具体的物体呢, 就并不可能在他们就是具有这个实质性的物体, 或者是位置呢, 就是结合在一起, 除了这三个以外呢, 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法, 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这个案例呢, 就是要关带而言, 关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成立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没办法按理的, 人间赐税若非税, 他发沉税不隐利, 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三个这个众生呢, 就是所见到的这个事后呢, 就是人这个所见到的这个税呢, 就是应该是对人而言的话, 是应该是税, 就是如果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呢, 就是在这里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那一万税呢, 就是人所见到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关带人而言, 就成立为是他是这个税, 如果他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个呢, 就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就不可能成立的, 而石骨功成所为税, 永远成为无有也, 就是,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人所见到的这个税呢, 没有安立为是税的话呢, 那么功成我们这个所为的税呢, 就永远都是不可能这个存在了, 就是在这个石树梁当中呢, 应该就是承认就是把它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人所见到的这个税, 关带而言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量, 所以在这里这个关带而言和刚才我说的这个金简量吧, 就是这个不能这个混淆, 如果混淆的话呢, 就是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 我们从那个金简量来讲的话呢, 就是随着一个位称上都是有这个, 这个十万个这个岔土啊, 就是比如说一层这个岔油, 一层这个什么这个成熟货啊, 就是这些呢, 就是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讲的, 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讲的话, 水的这个一个位称上面呢, 就是有无数无边的这个位称就是, 而且呢, 就是用金简量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水呢, 就是在现象当中也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在里面就是, 那么这些呢, 就是说是这个金简量来这个观察的, 就是金简量来观察的时候呢, 就这些是无边无际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从金简量的角度来说是这个水上面有无数无边的位称, 位称上面呢, 有很多的佛陀, 因此我们不能这个把那个这个水呢, 就是洗脚不乱的话, 就这些这个佛陀都是拿来这个给自己这个洗脚, 就是那这样就是很不合理的, 这两个这个量已经混错了, 就是不会有这种过失,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贤量当中呢, 就是在水里面没有看见这个什么佛陀, 就是没有看见佛陀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这个水呢, 这个洗涼啊, 洗脚啊, 就是什么的话呢, 就不会有什么过失的, 就是这一点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可能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前世金圣人里面也是提过吧, 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这个阿弥华呢, 就是他们看见那个碎里面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重一生, 还有那个虚空当中呢, 也是全部是这个重一生, 然后呢, 我们这个坐楼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重一生, 我们这个坐楼的时候也是菜子, 他们就是菜子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我们说, 这个到处都是中一生, 我就不敢这个动吧, 就是一动的话不行, 我不敢喝水, 喝水的话呢, 肯定杀很多众生, 就是这没有过失的, 因为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这个严谄为实, 就是真是我们面量的, 就是你面量的这个句子都不会有什么这个过失, 我喝水的时候呢, 就是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冲啊, 就是这是这个, 仙粮也是这里的, 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科学也是可以这个成立吧, 就是从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喝的水啊, 就是吃的有些饭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细胞, 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动物, 小众生, 就这是那个, 那天我看见他们那个泰国, 泰国呢, 就是对一根突发, 就是一根突发呢, 就是通过那个, 这个什么那个, 那个快打精, 就是那个快打, 那个行为精呢, 就是通过这个把它快打, 就特别特别出去, 就逼这个珠子还, 然后里面呢, 有很多的华为, 华为里面的有些突发, 那个有些很好看的, 就是里面有一些更细微的一些华为, 就是我的像是不是突发里面的, 好像具有这个诸佛菩萨的像一样的, 就像佛小一样的, 我们看见了, 就根本一根突发, 不会有什么这样的这个像,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圣子的这些精简念呢, 就像是现在的我们这个, 有些这个科学的仪器一样, 就是他看见就是, 很多水里面也有动物的, 然后我们这个, 看得见的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 也有很多的这个动物, 但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是有没有过失呢, 佛陀也没有这顶, 就是这是没有过失的, 因为呢, 我们这个现在迷乱现象而见的话呢, 我们这个现年和必年就是为主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众生, 我们杀了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过失的, 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就是, 一天这个喝一万岁的食物, 也吃了多少个这个, 这种这个细菌, 或者是狠肖的这种伐生的话呢, 就自己是没有这个过失的, 因此金剑梁的这个对境, 与这个现在我们, 关先生娘的这个对境呢, 不能这个混错就是, 关先生娘的对境方面呢, 我们现在人呢, 就只有这个境界就是, 按照这样去的话呢, 也不会这个违规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 就是不会这样的这个英国的这种, 英国规律吧, 不会这个违规的, 因此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人们就是觉得太过分了, 就是不是踩在地上的话呢, 一个这个微生三味, 不是有这个无所的这个插头, 就是每一个插头呢, 也有无所的这个佛陀, 这样的话呢, 我踩在地上的话呢, 是不是踩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陀,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不用这样这个回想吧, 就是没有必要的, 在境界年面前呢, 就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但是这是凡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因此呢, 你就不用担心就是喝一万岁的时候, 就喝了这个无边无数的这个众生, 然后那个踩在地上的时候, 也是这个踩死了就是多少个这个佛陀啊, 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过思议, 只是只不过是一种境界年的这个角度来观的话呢, 就是确实这个, 我们的现在这个插头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清净的, 无量无边的这个佛陀的插头, 无二道就是这一点是这个境界年, 因此呢, 他这里人间这个如今的这个税呢, 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观点人而言的话呢, 就承认为是这个税, 如果它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人们这个工程的税呢, 就是一定也是不成立了啊, 如是观察, 所见你, 真量也成不合理, 就是如果这样这个观察下去的话呢, 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事件的, 所谓的正量呢, 就是也成了这个不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呢, 你就不让这个成立的, 就是获得的经典当中也是, 但是我们凡夫然而言这样, 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正量, 就这样的这个正量呢, 就是不能这个退缆的, 应该就是这都承认的, 今天讲到这里, 观先生娘的这个对境, 与这个现在我们, 观先生娘的这个对境呢, 不能这个混错, 观先生娘的对境方面呢, 我们现在人呢, 就是只有这个境界, 就是按照这样去的话呢, 也不会这个违规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 就是不会这样的这个英国的这种英国规律吧, 不会这个违规的, 因此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人们就是觉得太过分了, 就是不是踩在地上的话呢, 一个这个未曾三位不是有这个无所的这个插头, 就是每一个插头呢, 也有无所的这个佛陀, 这样的话呢, 我踩在地上的话呢, 是不是踩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陀,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不用这样这个回想吧, 就是没有必要的, 在境界年面前呢, 就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但是这是凡夫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因此呢, 你就不用担心就是喝一万岁的时候, 就喝了这个无边无数的这个, 众生, 然后那个踩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个, 踩死了就是多少个这个佛陀啊, 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过思, 只是只不过是一种境界年的这个角度来观的话呢, 就是确实这个,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插头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清净的, 无量无边的这个佛陀的插头, 无二的就是这一点是这个境界年, 因此呢, 他这里人间这个如今的这个税呢, 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观代人而言的话呢, 就承认为是这个税, 如果他不是税的话呢, 那么人们这个功臣的税呢, 就是一定也是不成立了啊, 如是观察啊, 所见你, 真量一成不合理, 就是如果这样这个观察下去的话呢, 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事件的所谓的正量呢, 就是也成了这个不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呢, 你就不能这个成立的, 就是获得的经典当中也是, 但是我们反复然而言这样, 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正量, 就这样的这个正量呢, 就是不能这个退完的, 应该就是这都承认的啊, 今天讲到这里, 所见你, 真量一成不合理, 就是如果这样这个观察下去的话呢, 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事件的所谓的正量呢, 就是也成了这个不合理的, 但是这一点呢, 你就不能这个成立的, 就是获得的经典当中也是, 但是我们反复然而言这样, 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正量, 就这样的这个正量呢, 就是不能这个退完的, 应该就是这都承认的啊, 今天讲到这里, 那就是不能这个退完的, 应该就是这都承认的啊,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